温哥华台湾研究生技学人同学会的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透过远距预录的方式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第一题问说台湾在国际上地位的不确定性 让很多公民找不到台湾人核心的价值跟意义 选择被动的存在 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世界各地不管在何处的台湾人 找回向心力跟骄傲 其实你如果给我一个地球仪的话 我不会特别在上面先去找台湾 因为对我来讲台湾的价值并不是它地理上面在哪里 而是有哪些共同的理念 像我现在人在Bella Gio在意大利 但是我跟17个各国的数位民主的领导人 那正在讨论我们怎么样子度过这段自由的窄狼 就是特别疫情的这两年多 那我们看到很多地方它民主是退潮的 不管是由于威权的控制的封城的需要 那或者是说好像照顾经济就必须牺牲健康等等 那大概都会让民主的这个有效的程度受到怀疑 那但是因为在台湾我们并不是这两个中间好像二则一 要顾人权要顾这个自由还是要顾健康 而是两个是坚固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有很多来自于公民社会的创造性的方法 那让台湾的这个模式能够跟全世界 包含纽西兰啊其他的民主国家来结合 那这种多元的开放性就重点不是人跟人之间差几个时区 而是我们的理念多么的详尽 那像我们在2020年3月的时候 韩国的朋友就发现我们有口罩地图 那然后来G0V临时政府也继续去创造像快筛记啊等等的地图 那这个及时的资讯跟资料的公开 就让大家心里那种比较慌的那种感觉 有效的减低 那首尔的朋友就说 那台湾能为什么我们不能 但是因为我们是Commons是整个贡献出来到开源的软体 所以很快的在首尔也有同样的这样的模式 那我们的假讯息的危害也不是只有台湾有 但是台湾选择一个行政体系绝对不能让任何网站下降 就是好像防疫没有lockdown 那我们防止假讯息危害也没有take down的模式 那这个模式呢好比想说在泰国就有很多朋友聚集起来 学着台湾的像真的假的事实查核 跟新闻媒体等等的这种合作 那去超越地理边界 也用台湾的模式在泰国那边去做很多假讯息的危害的 从公民社会而不是从政府或者是大企业来的 事实查核的工作 那这些都对世界直接产生了正向的影响 所以去结合对方的经验跟我们的经验 那来去告诉大家说台湾的意思就是数为一个民主 不是两件事是一件事 不是说好像必须要牺牲人权或牺牲健康 不是说好像一定要take down or lock down or top down 而是可以透过social sector 透过社会部门那达到多元创新 那这种民主的典范的感觉 我觉得才是台湾的价值 那第二个问题问说在您跟大部分人不尽相同的成长背景里面 是不是曾经烦恼过别人怎么看待自己 套用到台湾人的国际地位 重点是别人怎么看我们吗 还是我们自己正在做什么 那我因为读过三个幼稚园六个小学 一年的国中就中错了 所以对我来讲稳定的 绝对不是外面的这种结构 我也从来没有在意过人跟人之间的比较 你在这边第一名转来学就没有意义啊 那对我来讲最重要还是我贡献出什么东西 那很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先天性心脏病的关系 所以我从四岁到十二岁动手术中间 我睡着都不确定我能不能醒得来 所以我最在意就是睡前学到的东西 有没有publish 有没有公布出去 我写下来的东西有没有抛弃掉著作权 有没有让其他人能够出类旁通 所以对我来讲我这个字好像是发语词一样 没有什么意义的 因为明天可能就不在了 那这个套要到台湾的国际处境 其实我们也常常所谓的居安思维 去想说那台湾还可以更怎么样的去帮助世界 因为确实地缘上面 台湾是处于一个相当受威胁的情况 但是我们说台湾can't help 重点就不是我们怎么样需要大家帮忙 而是在我们这样的处境里面 我还可以帮全世界怎么忙 成为全世界觉得不可或缺的这样子的一个存在 那我觉得台湾的社会创新的力量 是我们除了产业创新像集体电路啊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之外 另外一个也是我们的软实力或者说暖实力 能够送暖的实力 举例来说像我们在亚洲是首先通过就是所谓的结婚不结姻呢 就是同性结婚品权的这样的地方 那我们在不管刚刚讲到泰国啊或日本啊 印太很多地方的朋友都很受台湾的例子所鼓舞 因为我们证明了说它不会威胁到传统生命 以家庭跟家庭宗族世族为主的这种结姻的这种姻亲关系 而是发明全新的 但是其实专法说不定又与民法的新的结合的方法 那这种多元开放的价值 plurality的价值 那我觉得也是各国会发现说 看台湾并不是台湾正在push 特定的往这边走或往那边走 而是看到各种不同世代不同的压力的时候 台湾总是可以在这样子的压力里面 好像板块挤压 然后玉山上升这样 找到新的社会创新的角度 所以从冲突达到创新 我觉得这个是台湾的价值 台湾的精神 那也是我一直期许自己说 能够所谓选每一边站 不是说好像迎合每一边 而是综合每一边 然后达到创新的价值 那第三个问题问说 对我来说 乡民的力量一直追求所谓群众智慧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那原本觉得事不关己的人 怎么样关注 怎么思考其中的意义 其实对大部分人来讲 他的痛点是来自于他的亲朋好友 所以如果他的亲朋好友 买不到口罩 排不到快筛机 不知道到哪里打疫苗 又或者是说报税的时候 觉得很困难等等 这个才是促使他们去想更多了解 更多的动力 也就是说我们要empower people closest to the pain 离痛点越近的人 你要给他越多的权利 要增幅他的创新 那我们的像提点子 就是join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 只要凑满5000人 任何人进行提案 那就会就事论事的 能够跟各部会的朋友 召开协作的这种会议 以及公开的回复 那这个并不是取代掉代议政治 而是说让代议士也能够看到 我们这5000人的联网 他底下的正面的 以及其他的意见 透过按赞不赞等等的方式 不是互相吵战 因为没有回应的按钮 而能够去知道说 那在这里面他虽不满意 但可接受的很多的解决方案 到底是什么 所以这个并不是威胁到 极有的代议士 而是augment去补充 他们比较难一下子 综合各方的想法的一些做法 因为对他们来讲 以前选民服务是一通一通接压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公开的平台 让大家能够快速地 收敛到一些共同的感受 那以及共同觉得重要的价值 能够降低各方的沟通的成本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好 那下一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 问说台湾面临人才工需失衡 那这个严重的问题 让国外发展的台湾留学生 很多都希望就地找工作发展 所以是不是有什么方式来吸引 刚出社会的国外年轻人 就是各位来归国贡献 那能不能够推广 国内外台湾人的合作的机会 不过因为我自己几乎都是外流了 我是最后做数位民主这个题目 我才回台湾创业 所以我不认为外流是问题 我做的很多别的题目 本来也不一定适合在台湾做 那重点是有没有对流 有没有talent circulation 也就是说从国外的朋友来看 如果他从来没有来过台湾 但他发现他做一些题目 就是适合在台湾做的话 我们已经连续三年 被旅居海外的其他国家人士 评为就是internations这个调查 说是最喜欢住的地方 所以在各位所谓外流的同时 也有很多国外的人对流 他拿金卡 拿很多创业家签证 黑卡来台湾去创业 那所以大家发现说在做的题目 到了一个规模的时候 好比像说你需要管理供应链 你需要整合软硬体等等的 或者是完全的言论自由 或者是你希望发展 就是加密这个链圈相关的东西 发现印太很多地方都 好像这个已经管制了等等 那台湾在这方面就有优势 所以当你这样子对流回来的时候 就不是好像你离开你的国际的人脉 而是你结合国际的人脉 整团整团的去跟台湾的人脉 去对接 那这样子良性的对流 Talent Circulation 我觉得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 那第五个问题是说 台湾逐年的高龄化 2025年会迈入超高龄的社会 那当然在经济税务医疗这个方面 在台的年轻人会有更重的负担 但是年轻人要怎么参与这个机会呢 这个问题说很少看到 那所以国外年轻人对台湾的社会议题 就比较容易麻木 那所以政府有没有准备什么样的方式 跟年轻人深论国家的发展 我们大概有两个比较常见的 一个是所谓的青年好证 Let's Talk 它是鼓励年轻人发表意见的平台 透过Bottom Up 就是自己凝聚共识 来设定议程的方法 好比像说我们今年讨论的Mental Health 就是特别在疫情之下的精神健康 那这个就不是政府所要谈的 而是年轻人觉得 这个是最值得谈的 那政府回应年轻人 刚设立的这个卫福部的心理司 那就有很多年轻人的想法 好比像远距资商啊等等 那它其实是各位在国外 可能已经有经验 而台湾还比较没有经验的 那就可以透过网络跟实体的 审议结合的方式 来贡献大家的经验 那当然我们也有行政院院级 有行政院长召集的 青年咨询委员会 亲资会 那亲资委员里面也有很多 是国际的网络的贡献者 像Impact Hub啊等等 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些 国际组织的参与 也可以透过这些INGO 现在很多在台湾有分布 以及我们的行政院的 青年咨询委员 或者青年署的委员 或者是各个城市的委员 找到一些各位在自己住的地方 也在处理的问题 好比像循环经济啊 或者是台湾有很多 社会创业者在处理的 好比像说月经平权啊 等等这些题目 那这个都是时下 很多不同的国家 都在关心的题目 所以各位在做当地的 这个青年参与的同时 只要是扣合这些 永续发展相关的题目 其实很容易 就跟台湾的青年咨询 青年参与 可以接得上线了 那第六个问题问说 体质的结构 可以束缚人事物的发展 但是也可以维持 原有的秩序 所以这把尺 应该要怎么样子来衡量 那我很喜欢 Buckminster Fuller的一句话 他说 重点不是在去对抗 或者打破 现有的结构体质 而是去做一个新的结构 那在这个结构里面 大家慢慢发现 新的事情 可以用这个新的结构来做 慢慢这个结构 就没有人用了 但是不是对抗的关系 所以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开放政府 提点子这种平台 开放政府 联络人这些制度 都是原有的 体制结构秩序里面 涨出新的做法 但是跟现有的 代议政治是什么 完全没有冲突 我们就算再试 全新的投票方式 像总统培黑客松 平方投票法 甚至为了平方募资法 参与是预算等等 这些都不是去剥夺掉 代议政治的权限 我们没有说 我们市长啊 总统就要电子投票 不是这样吗 而是我们挑一些全新的 像SDG 大家觉得哪个比较重要 2040年 大家希望看到 怎么样的台湾等等 那这些比较像是 priority setting 就是去选择 哪些议题优先讨论 的议程设定的权限 而不是公投 或者决定人的 这些权限 那因为是 之前也没有 代议政治体制在做的 所以我们在 所谓的内部创新 或者说社会创业 挑这些题目的时候 就不会对 现有的体制造成威胁 那当然有的时候 新的点子 也需要时机 那重点就是 你要怎么样 把这个点子放在 comments 就是大家都 可以去存取的地方 等到时机来的时候 就可以使用 好比像说 我们在2017年 就介绍给 开放政府联络人 所谓迷音辟谣 Humor over rumor 就是迷音工程 这样的概念 但在17年的时候 当时的外部压力 还没有那么大 所以很多的公务员 都觉得 这个虽然很有用 但是可能国情不同 我们公务员不太敢 去请部长 来做这种 太幽默的事情 但是在疫情期间 因为真的假讯息 流窜非常的快 那我们的行政院长 索仁昌院长 也配合演出 做了非常多 传播力非常高的梗图 那或者是我们的柴犬 总柴 在指挥中心的 代言的犬等等 那这些都有 非常好的效果 那各部会发现 这样子 好像部长 院长 带头来做 那我自己也把我的肖像 贡献出来嘛 所以像客委会 就做什么 唐凤过台湾 没半点钱 脑坡更填 什么的 确实是取得了 很高的传播力 那这个时候 2017年当时 累积出来的 这些comments 立刻就可以让 各部会的同仁 开始使用 所以不要怕说 好像你的想法 还没有来到时机 只要放在 这样子一个 没有著作权 或专利权的 这个公有地里面 那很快 当它实际来的时候 立刻就会 指数性的成长 那最后20秒 问说台湾的外汇存体 据说世界前几名 那这跟年轻人来说 有怎么样的影响 那我想 我们跟国外 输出货品 劳务服务 赚取到这些外汇 是经贸啊 文化上面的 及时交流 这很棒 但是对我来讲 最重要的 还是经验 怎么样对流 怎么回流到台湾 鼓励在世界各地的创新 都可以往相同的目标 就刚才讲的 永续跟发展 来进行 所以就祝大家 永续跟发展 就是生生不息 繁荣昌盛 Live long and prosper 这就是生生不息 谢谢大家